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幽幽固人情 花园剑套等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除了演电影 方叔也在电视剧领域颇有成绩 旅后传奇的旅后演技令人赞叹 此外 方叔还和妹妹方会主持过政大综艺 和赵忠祥等员一起主持过1986年的央视春晚 方叔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 但感情生活却有些曲折 他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业 第一任丈夫是著名导演陈国新 两人是大学校友 然而这段婚业并未持续长久 后来方叔结识了歌手土鸿刚 当时土鸿刚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手 年龄比方叔小十岁 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 方叔放弃了自己在事业上的发展 专职做家庭主妇 结果2002年 方叔和土鸿刚的婚宴 还是一事半告终 从此方叔会再嫁人 如今方叔已很少公开露面了 长春国貌看到 在前段时间 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78级同学 40年在聚首 方叔作为校友出席了该活动 如今已经61岁的方叔看起来 面容憔悴有些苍老 网友们已经很少有人认得他了 我看了 我看了 你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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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到